共同以栽生这样子的一个因言而会计 首先要感恩佛陀的威德 也感恩所有众眼的成就 那么尤其我们一次栽生大会的几行 那么我们有这么多辛苦的义工 差不多有将近一万个义工 共同来呈现我们今天的栽生大会 那么要感恩我们远从不同国家 乃至于我们不同地区 而为栽生的因言来成就的所有的法师 我以大会主席的这个身份呢 对大家的付出 大家的到来共同的成就 表示感恩 我们都知道 中国是一个重视孝道伦理的民主 那么佛教呢 也是一个重视这个孝道的这个教育 所谓佛教佛教是觉的教育 觉悟的教育 要能够成就你大策大悟 它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孝为本 以孝为本 因此呢 在我们整个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那么这个孝道的法门 很快的就受到各界的重视 那么如我们隆历的七月份 坊间把七月份当作是伟业 这个是有莫大的故节 因为佛教已经传到世界各地 已经有将近要两千六百年 所以它的影响应该是深远的 但是被民间的这个信仰内 那么这个受影响而变成是伟业 这一点呢 我们应该是郑重的澄清 那么佛教的七月是一个教育的业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目见连尊者 他开悟之后 那么为了要能孝敬母亲 而带着美丽的佳肴 美食的佳肴呢 要去给他的母亲享用 但是母亲呢 因为他过去的坚贪 落入了恶鬼道 目见连请教佛陀 怎么样能够救度他的母亲 远离恶鬼道之主 因此而有了我们今天 所谓宜兰盆法会 借着宜兰盆法会的共和栽生 而能够让现世的父母 能够征服天授 能够让这个历代的父母 因此而得到告慰 得到超度 这个是我们宜兰盆法会的游览 那么第二呢 我们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呢 农历的7月30号 是地藏菩萨在这个人间 以90岁高龄 那么来呈到 陆内盘的纪念之 那么地藏菩萨呢 我们从地藏经可以看得到 他从光木里到菠萝门里 都是全部弘扬的 是一种孝道 那么所以地藏菩萨 他不但能够让我们现世的 这个能够消灾解恶 能够远离病苦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 历代的祖先 得到这个救法 这是地藏法门的精神 那么第三呢 就是阿难尊哲 那么在水边静坐的时候 有一个面然贵王 那么讲三天之后 要吃掉阿难 因此佛陀为阿难 那么所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所熟悉的 宜家宴口 宜家宴口 它也是进行的是消灾 那么也可以能够超度 那么先人 所以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